欢迎来到快点乐乐 亲亲则负责照顾四个小朋友 一身打扮简约朴素 七岁霍中西似乎接受了祖奶奶的离去 在灵堂帮忙折祭品相当的乖巧 离开时不忘的牵着妹妹的手十足的小暖男 送奶奶与爷爷安葬后 霍启刚于9月15号发文悼念奶奶 霍启刚透露老夫人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去 家人虽然不舍却也欣慰奶奶已经长命百岁 霍启刚回忆与奶奶的点滴 老夫人与孙子同住并照顾霍启刚的起居饮食 她体贴入微细道学费书本费都要帮孙子打点 教导孙子学习总把好吃的让给孙子 是一位慈祥仁爱的老人 霍启刚去英国念书 老夫人担心孙子吃不好 送鸡时总会栽钱 要孙子买好吃的 后来霍启刚寄给奶奶的信以及照片 老夫人都会在后面写上日期和场合 并收藏起来定期回味 霍启刚毕业回港 老夫人依旧把她当小朋友照顾 每日虚寒问暖 上香拜佛 为家人求平安 霍中西真的跟小时候的霍启刚一模一样 霍启刚又谈到老夫人对郭晶晶的宠爱 为了让郭晶晶适应 老夫人会给孙儿媳准备好吃的 让郭晶晶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两个人有了小宝宝之后 霍老夫人特别开心 也对曾孙宠爱至极 虽然霍启东有三名太太 但她经历过战争 和霍启东先生及家人风雨同中 没有排挤其他房人 对所有孙儿都一样照顾和爱护 霍老夫人拥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她相夫教子庆兴培养子孙 令霍家子孙成为有修养的人 一直旺盛至今 最后霍启刚是奶奶为榜样 永远记着老夫人对霍家的付出和爱护 也感叹奶奶可以和爷爷在天国相聚 文中字数于千字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霍启刚对奶奶的感谢和不舍 从中也可以看出霍启刚之所以会如此优秀 归功于老太太的正确教导 文中也附上霍老太生前珍贵的照片 包括一张老太与霍启刚一家五口的合照 七岁的霍中西很懂事 写了一封信告别祖奶奶 霍启刚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一直以来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形象 41岁的霍启刚有什么优势参选香港立法会换季选举 他曾经有两个白富美前女友 为何放弃不要而选择平民出生的郭晶晶 并且苦追八年 霍启刚于1979年7月2号出生于中国香港 毕业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以全A优异成绩考入牛津大学 当年这所大学只向全世界招收100个学生 霍启刚主修经济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 回国后霍启刚还专门到清华进修普通话和中华文化 让自己的语言文化知识更加丰富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霍启刚出席各种场合 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写得了简体字 目前霍启刚任职于霍英东集团副总裁 但是霍启刚的发展路线从2010年亚澳理事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 到2017年担任第13届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委员 到2020年参选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 表明霍启刚是往政治方向发展 霍启刚的爷爷霍英东是著名的爱国巨商 霍英东于1923年5月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 从小家境贫寒 六岁都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 七岁丧父 生活条件无比艰辛 母亲含鲜柔苦 抚养三个孩子 为了供养霍英东读书 可以说是拼尽全力 霍英东深知母亲不容易 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见了香港著名学府 学人书院 后因抗日战争暴放而辍学 在抗美援朝时期 霍英东冒着生命危险 为大陆转运战略物资 当时急需的物资有橡胶 轮胎 西药 棉花 纱布等 霍英东白天联系好相关人员 装好货物 晚上开船 一天下来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如此繁重用冒险的工作 霍英东一干就是三四年 因为帮助抗美援朝转运救命物资 曾经遭受英美打压 不能做最挣钱的房地产生意 不能进入上流社会 直到1997年7月1号 香港回归祖国 处境才开始好转 霍英东曾经说过 当时中国人在历史上 还没有拿到第一块金牌 当时我们体育方面 在亚洲也比不上日本 所以一看比赛 心里有点难过 1974年 中国恢复在亚洲联合会的席位 霍英东帮助中国重新加入国际足联 国际自行车协会 国际篮球等国际体育组织 1990年北京亚运会 霍英东拿出了一亿港币 捐建了亚洲最大的游泳馆 英东游泳馆 为了帮助北京山奥成功 霍英东多次游走于国际奥委会总部 随着北京山奥成功 霍英东出资10亿 建造了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 奥运体育馆 2006年10月28号 霍英东在北京市市享年84岁 被党称为亲密朋友 授予盖格先锋称号 享有国葬待遇 霍振庭是霍英东和原配吕燕妮所生 由于是长子 霍振庭一直是霍英东重点培养的对象 很多重要外交场合都会把霍振庭带上 霍振庭12岁就远赴英国读书 毕业于美国南加肉大学 霍振庭不仅喜爱社交 英语也好 中国的两次深奥 霍振庭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有参加 在中国体育界许多重要场合 霍振庭都活跃在现场 为家族体育事业做贡献 2001年深奥成功后 霍振庭开始负责北京体育事务 现任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继奥委会会长曾在1998年至2012年 连任16年体育演绎文化以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 1978年32岁的霍振庭迎娶了18岁 史上最美丽的港姐朱玲玲 礼金1000万港币 酒席360桌超过100多万 连摆三天 新娘婚纱专门从罗马定制引起轰动 霍振庭对外承认当年霍家如此行事 是为了给长子霍振庭打响知名度 以便他在国际上进行民间体育外交 1978年32岁的霍振庭迎娶了18岁 史上最美丽的港姐朱玲玲 郭金金1981年10月15号 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郭树中在铁路工作 母亲范玉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2004年郭金金赌得奥运冠军 霍启刚目睹了郭金金在跳水上的优美身姿 被郭金金深深吸引 郭金金由于比赛原因 经常要往世界各地跑 霍启刚只要有时间 都会追在郭金金的身后 无论多远都要飞到现场观看比赛 为了郭金金特意苦学摄影 每次都扛着一台相机 坐在VIP第一排 用镜头记录郭金金在比赛现场的 每一个美好瞬间 2008年北京升奥成功 霍启刚家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08年郭金金再次夺得奥运冠军 为了这次比赛 郭金金进行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训练 导致眼睛受伤 当霍启刚看到郭金金上台领奖时 忍不住哭了 她知道郭金金一路上走来的不容易 如今结婚8年夫妇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郭金金还为护启刚生了一儿两女